父母是伊斯兰教 他们临终时 学佛人该如何做才能对他们有利 伊斯兰教也不错 如果他是虔诚的伊斯兰的信徒 临终的时候要请伊斯兰的看教师 他们称阿弘 请他们来依照他们教的规矩去送送 这样好 那么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在旁边不要出身 念佛诵经给他回向 这个就非常的如法 他是虔诚伊斯兰教信徒 到临终的时候 我们要叫他学佛 他不甘心不情愿 生烦恼啊 这就不好 总要让他欢欢欺喜 帮助他了 升到天国 这个做法就对了 是什么好 他只能让他帮助他 因为他们要帮助他 他就会帮助他 那是很不亏的